你來到英國作為美容師 容易找回這個本行來做呢? 這就是我最關心的情況 我在香港之前都積極參與美容行業的發展 你知香港曾經試過一段時間 都有一個咨詢的 美容業的一個咨詢的狀況 大家都對香港如何監管美容業的學校 美容儀器的使用 如何將美容業界更加專業 這就是大家的行業規管都給了很多意見 醫學、醫生、各樣東西都給了很多體化學 業界都有很多東西說 當時都越來越將美容行業 由一個手作仔的行業 就變成專業的一個項目 很多想從事美容業的朋友 都考到不同的證書等等 在香港執業 來到英國 來到英國的過程 你們是否容易找工作 這就是我特別關心的事 而你來到英國 找不找本行去做呢? 找工作? 其實就不容易的 因為其實在這裡我都有找相關的美容 或者按摩 但是變相就找到很多比較不正經的店舖 因為其實加上我英文不太好 那找的店舖可能都是中國營業 那外面就寫著是美容家按摩 我是說有賣整甲的 但是進去反而就不是那回事 那加上我其實有考過 ITECTECH叫做香港的國際牌 但是就來到英國就不受理的 如果真的要去找外國的美容店舖 所以那裡頭其實是要再考一個英國的國際牌 這樣才可以進去 等等等等等等 我先看看你考什麼牌 OK 你就考了這個 這個是Depoma來的 嗯 SIPTEC 是不是 SIPTEC 這個是澳洲的執照還是什麼執照 是啊 這個是澳洲的執照 好的 然後這個 接著這個ITEC 是不是叫做ITEC 是澳洲的 是啊 都是的 你當初考這兩個市在香港的時候 都應該是一些美容院裏面的在職培訓 還是去一些所謂的美容學校那裡考的呢 其實是美容院去幫我們報的 那時候他跟我說說 可能你參加這個就要在這裡工作大概三年至四年左右 那我就免費可以幫你考這個牌 那時候就被他困住三四年 就因為有這個 就是做了一個免費勞工了 不是免費 即是廉價勞工 是啊 那時候其實都很辛苦的在裡面屈住這樣 但是都叫做拿了兩個牌子這樣 那時候我已經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沒有想過說會出國那些的嘛 所以覺得拿著這兩個牌子應該去到香港的美容院應該都會找到一些好東西 但是當初你又沒有想過有些快靈正的 不如一年半載專心只讀一些國際認可的牌照呢 就是不要馬後炮了 通常一些在職培訓的美容院叫你考的話 當然是他跟他有關係的一些證書 那些證書也是為了吸引多一些的學生 就跟美容院掛勾 就等於護士跟醫院掛勾一樣 就是護士學校 一定保證有源源不絕的財源 即是賺錢 就跟美容院掛勾 照理其實都是向錢看 那些的美容學校 可能 無論是質素 無論是廣泛的認可 可能你都未充分了解 那為什麼你當初在香港不去讀一些 專門美容的培訓 包括政府的再培訓計劃裏面 都有這樣的美容行業的培訓 為什麼你不在這些方面去拿證書 而在美容院裏面拿呢 那時候真的沒有想過那麼多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小時候 剛剛讀完書就馬上跑出來做美容 加上美容院裏面有些同事 同樣都差不多年紀 一起去讀這些班 都覺得自己學了很多東西 其實在裏面 但是就完全沒有想過 想著一邊做一邊賺錢 簡單來說 是的 一邊做一邊賺錢 其實這個故事也說到 如果在美容業裏面 如果想再培訓或者拿證書的話 大家真的要看看那個發證書的機構 在世界其他地方認可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行內裡面認可的證書 未必是世界通行 那那個發證書 就像大學一樣 或者學院一樣 或者每間學校的學院 究竟那間英國的野雞大學 去到可能都是前舖後居而已 是不是 可能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這兩章的證書來到英國 就無用無知地了 大家就寫下它了 那來到英國去要你學什麼 是不是要再讀過 是的 又要再讀過 其實我應該也要再讀 但是變相 英文不是真的太好 有很多專有名詞 那些又要重新去學過 加上如果美容院的經營方法 是應該要你去做銷售的 那如果你自己英文都說得不好的時候 那怎樣去做銷售呢 那就是這個最擔心的問題了 是明白 那如果現在出去找那個做本行 是有困難的話 現在你又怎樣 阿儀你怎樣求生呢 如果你做現有那個行業的話 你怎樣做呢 我現在都是做美容家按摩 但是變相那個經營手法 就不是做一些高能量的儀器 比較簡單些 可能是橙死皮肌 或者是做一個超聲波 或者是按面這樣的形式去做的 那就不會出血了 因為我知道英國 英國人 你不要說得這麼專有名詞 什麼叫出血聲 大家聽 有很多案例 什麼叫出血呢 你在講 因為有時候有些雷射能量太高 可能會橙死皮膚 有時候可能會出血 加上還有針清的時候都會出血 是的 我正想問你一個問題 有很多人就用那些針仔 和別人弄了一些暗瘡 那這算不算出血呢 這些其實都算是出血的 那其實以我所知 外國的店鋪是不會做針清的 如果它要做高能量儀器 例如Laser會出血那些 它們應該是有一個牌 有一個Laser牌 可以讓它們執行 變相專業性很多的 那你以前考的那些牌 在香港的話 沒有這些學的 都有這些學過 應該是嗎 都有這些學的 變相平時我們做美容院 都是會針清 照跟它針清 照折暗瘡 是 但是香港就可以有牌 這裏就不行了 另外一件事也是一件事 就是 這個是一般市民的印象 一般消費者的印象 香港很多 譬如五花百門 很多不同的美容儀器 韓國特別多 大陸也很多 五花百門 我估計都不用歐洲儀器 有很多小的美容院 很多說到功效療程 各樣的東西 英國似乎是商品說明 那個條例的限制 和對產品要求的限制 和服務的說明 是較為嚴謹的 那 是否都對 就算你說 我來到要做銷售的話 其實都有一定的困難 是的 沒錯 其實在英國 如果你說要買儀器 那些 其實都不太選擇 不太多選擇 給你選擇 都是比較多 超聲波 那些 儀器比較多